请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的课程已经进入到转换和操作服重载的章节 那么接下来要讲的知识点是装箱和拆箱 那么首先大家需要知道一个概念什么是装箱 装箱简单说用一句话 就是将直类型转换为引用类型的一个过程 这种过程是一种影视转换 所谓影视转换就是说语言自动可以完成 不需要我们编写代码来干预 那么在堆上创建一个完整的引用类型 既然是引用类型肯定是在堆上创建的 这就是装箱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装箱的语言机制呢 那么有时候需要将直类型转换为引用类型 那么什么时候呢 比如说要进行统一操作的时候和进行统一存储的时候 那么进行统一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作为函数的参数 引用类型比如说想转化成Object 一般来说也都是转化成Object 那么进行统一操作 比如说作为函数的参数 函数就是一种操作 作为函数的参数传入给函数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装箱 那么比如说存储 统一的存储 不管你是什么对象 什么值 我全部存储成Object 这个时候就需要装箱 那么来看看装箱的一个简单的代码示例 首先我们有一个Int类型的值 值类型三 然后有一个Object的引用 复制为空 然后将三复给I 复给OI的过程 就是一个装箱的过程 只需要简单的复制 不需要我们写什么代码 那么在这个复制过程中 就产生了装箱的操作 好 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从图中 把这个过程看得更加清晰 那么第一幅图 我们可以看到OI和I 那么OI是一个引用 空的引用 I是一个值类型三 那么发生装箱以后 那么我们看看究竟产生了什么变化 那么OI呢 这个引用不再是空 而是指向了一个堆当中的对象 这个对象呢 包含一个值是三 但是这个对象 它是一个新创建的对象 和原来的值类型三 好像不是在一个地方存储的 对吧 在这个图中 那么完全不相关 创建了一个新的对象 一个新的副本 而且这个对象是在堆当中的 我们知道值类型是在站当中的 那么堆当中的对象呢 是需要GC来回收的是吧 但是语言机制帮我们搞定的 站当中 那么是超出作用率 自动就没有了 销毁了 所以说 这个过程大家也可以看出 那么在堆当中创建对象 那么是需要有一定性能的消耗的 装箱的过程 能不发生 尽量不发生 因为有性能的消耗 但是有时候 需要发生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编写这样的代码 那么装箱的本质是什么呢 装箱的本质就是在堆上 创建了引用类型的副本 新创建的引用类型 和原来的类型 原来的这个值类型呢 是相互独立的 那么这就举个例子 这个就是说 之前我们从这个图也能看出来 这个对象 这是新创建 装箱之后 那么这是装箱 之前的原来的对象还在这里 虽然说是装箱 但它没有 并没有真的装进去 而是把它的值 拷贝进了新创建的对象当中 好像就是装进去了 所以用装箱这样一个词语来 形象的描述它 那么所以说 这两个装箱前的直类型 和装箱后的新创建的副本 它们相互独立的 是两个世界的人 那么这是由我想起一个那个电影 就是致命魔术当中 这个大便活人这种 就是人瞬间转移 那么其实这个魔术的本质呢 是有两个人 不是说有两个 长得一模一样的 要不然发生 从一个比如说大厅当中 从A角落到B角落 瞬间发生转移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其实它是有两个人 那么就像这个装箱 其实它是产生了一个副本 原来的还在这里 那么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在代码当中看看 看看这个引用类型 新创建的引用类型副本 和原来的直类型 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心灵感应 可以写个代码看一下 比如说这是inti 我们我上面定义了i是吧 我们最好把它有一个 然后把它区分开 要等于三 有个object的类型 oi等于i 这个过程其实就装箱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它输出 那么i等于加上i 再加上这个oi 两个都要输出 oi等于多少 oi 这是装箱之后 看一下 两个都是三 没有问题 就装箱的过程并没有产生值的变化 但是我让oi进行变化 oi等于10 是吧 然后i等于7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有变化 发现i等于7 oi等于10 发现它们两个字变化 各自的互相没有任何性灵感应 相互独立 分别处于两个世界 这个存储在堆中 这个存储在站当中 各自变化各自的 所以这就是装箱的本质啊 大家要理解装箱的本质 好 那么看完装箱以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拆箱 拆箱呢 就是一个装箱的逆操作 就是将装箱后的对象 转化为直类型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种过程是一种显示的转化 那么就需要我们手动的加一些干预了啊 人为的加一些人为的干预 那么拆箱的视力代码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是上面这是一个装箱的过程 这个oi等于i是装箱的过程 那么拆箱就是把oi 这个引用类型的对象 通过一个强制转化 显示转化啊 转化成我们想要的直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在代码当中看一下 然后这个加入新定义一个 j变量等于拆箱的过程啊 int 然后这个oi oi拆箱啊 然后再把这个j输出来 看看是不是箱子里的东西和箱子里的东西一样 那么j等于加上j 好 发现j等于10和oi是一样的 是吧 中间我们对oi的直进行的一些改变啊 就是装箱和拆箱的过程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